台兴剧《香港人在北京》 播出以来收视口碑相赢 话这么快 这个星期就进入结局片 一群演员在万圣节 化身成经典角色唐三藏 芳芳姐 妈边学生妹等造型现身 葦葦都似无似样地接受演技考验 场面爆笑 好像陈展鹏和袁若希这群 真是挺入戏 Only you D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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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去吹西京 Do be Do be Do be 好入戏 好入戏为了要哈佬瓶 有没有试过 因为是否这部剧里面 都要扮鬼扮马 有一幕 有一幕 打开了展鹏你 没所谓扮什么都可以 有几年哈佬瓶 都要看对手 自从上次展鹏扮黑山老妖之后 真的太好笑了 这次他认真一点 正经一点 我被人降伏了 很多人都说 有没有机会拍续集 再试一次 再拍多些喜剧 有没有这样想过 当然可以 你都要对手 我是陪着他们 大家一起成长 其实我需要他们撞一下我 你明白吗 不撞的话 你会停留了位置 对吗 我去陪着大家成长 你别说看着我大一天 因为我都听过他的歌成长 其实我们私底下讨论过 你是怎么香港人在哪个地方 没错 因为我们香港人可以去不同的地方 香港人全世界都是 我们选择地 选择一个同样基层的地方 我们选择东京 不过我跟他有点地狱 我觉得香港人应该在东北 那就好笑了 东北有很多地方很漂亮的 有山景有雪景 天堂一个地狱 天堂和吉尼释演夫妻 带给观众强烈的新鲜感 除了观众很喜欢看之外 吉尼的女女都是捧场客 而且还有很多有趣问题 问妈妈 只是问我一个问题 她不会问 为什么我爸爸变成了 变成剪盘 她没有问这些 我女儿的同学 就问她妈妈 很认真地问 为什么吉尼的妈妈 叫另一个人叫老公 她的样子很害怕 然后就问她 吉尼的爸爸以后是不是就是她 下次我跟你老公出来也很好笑 我都很担心我女儿会害怕 害怕 我问她你有没有看 她说我想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她只担心我是一个坏人 我觉得这个女儿挺有趣的 之前傅嘉莉在剧中 骚牙扮丑女 神幻怨火鸡姐一角 这次Kelly妈住吴叶昆 分别扮演霉和脏爆 都很有惊喜 本身是照明饰演的 她的眼睛真的很大 在我化妆上 我已经尽量弄大 但也很难弄得她这么大 是的 她的胸部真的硬了我 是的 这个的鼻影 搞了半个小时 都是在画这个鼻影 原来很难 是不是人生最浓妆的 是 是的 我还没本命 我还没本命 然后她又会有这些 似不似 我觉得真的 我来到 玩完了 什么都很神 为超为妙 你觉得要爆炸爆 最重要的部分在哪里 我真的有很真挚的笑容 不是你的额吗 额也是 是的 你又犧牲了你的颜色 我也犧牲了 我不敢要 我也希望大家开心 是 但是没有机会让我跳舞 是的 我想你跳 不如跳吧 为什么你不跳 我叫你动了 不如 我们一二三 多次多次多次 多次 多次 陈星鱼和洪永成的感情戏将会升温 还会有长亲密嘴气 不过近日有网民就发现 Tony的口腔竟然有很多蛀牙 我跟他有很多对手 是 这样知道也很正常的 有些准备的 自己都要 就是拆牙 互相清洁好口腔 拍摄的时候 就可以令到大家更加 轻松一点 愉悦一点 不尴尬的 也不尴尬的 大家都 他都很熟手的 所以他都 给出一些意见